各位长言道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一说到缅北啊 大家心目中就是手机上的电信诈骗 缅北 这回真打起来了 你看这个世界乱成了一国粥 俄乌打 巴以打 然后呢 美国又轰炸了叙利亚 对吧 然后呢 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发生了冲突 现在呢 缅北又打起来了 已经数不过来了呀 现在就看朝鲜半岛了 完后以后台湾海峡 是不是 已经数不过来了 各位啊 我们这个今天看到的缅北的这个战况还甚是激烈 这回啊 冲突的两方是缅甸的国杆民族民主同盟军和缅甸的军方 27号凌晨起 辣雾 登尼和穆捷等多地区的道路被国杆的同盟军封锁 截至目前 国杆同盟军已经攻克了清水河和辣雾等重要的据点 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两家啊 国杆同盟军和缅甸的军方打的旗号 全都是肃清电炸集团 哎呀 好家伙啊 这都向中国示好啊 咱们看看 这有意思了啊 这有意思了 各位 看见了没有 这是这个所谓的国杆同盟军的行动声明啊 我们缅甸民族的民主同盟军 德昂民族的解放军若开军在近十年来 无论是政治谈判桌上还是在军事行动上 彼此信赖 共同进退 截备政治和军事同盟 我们互相认可对方的政治目标 互相理解 互相帮助 直到今天我们仍将一家有难 三家之源 作为结盟的原则 虽然近十年来 在缅甸政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三家兄弟组织在政治和军事上 一直面临着与其他少数民族武装革命组织不同的挑战 但我们始终以坚定的立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跨越了所有的困难 未来我们将继续携手 巩固盟约 共创辉煌 为了保护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进行自卫反击 更好地控制我们的地区 狙击缅军对革命武装日夜不断地空袭 炮击的嚣张气焰 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 推翻缅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 根除包括中缅北京地区在内的 全国范围内的电信诈骗 诈骗窝点及其保护伞 我们三家联军决定联合采取此次军事行动 那么至于缅甸的军方是怎么说的呢 缅甸的军方是这么说的 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打击 盘踞在善邦第一特区境内的政变集团 彻底肃清老街地区的电诈民团 防止其保护伞 从辣物方向增兵进行武装反抗 现在宣布辣物到清水河 辣物到木解路段进入紧急状态 你看见没有 双方都打着要肃清电诈的旗号 我们都知道啊 电诈园区在缅甸成了个毒瘤了 是吧在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善邦自治区里也有 在缅甸的军方控制的边远的地区也有 是吧 反正是无论如何 这一次双方都是在示好中国 因为电诈的主要的诈骗对象 就是中国的公民 是吧 所以都是对中国示好 你看我们是替中国办事的 我们要干掉电诈 各位你们信谁啊 反正是缅甸这国家呢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是吧 所以呢 这个中国呢 是9月份以来 对电信诈骗的案件重拳出击 在缅甸老挝泰国三国配合下 引渡抓获了2000余名嫌疑人 说10月中旬有消息 正是缅甸民族武装瓦邦联合军的主席 鲍有祥的侄子 该武装力量司令鲍军风 因为充当电诈集团的保护伞 被昆明警方逮捕 鲍有祥的女婿 萧严快和义子陈严坂被通缉 是吧 你看了没有 这个就说明什么呀 你只要是得罪了中国美好果子吃 国感地区 本来是领导人是彭嘉生 至少在他统治地区呢 该地区还称得上存在着秩序 直到2009年 彭嘉生被手下的白锁城联合缅军推翻以后 国感同盟军分裂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被缅甸政府收编 成了边防营 一部分被赶出了国感 在善邦北部呢 与缅甸军打游击 这次军事冲突的发起者 就是现在的国感游击队同盟军 国感地区呢 在彭嘉生倒台以后呢 形成了以白锁城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势力 背后呢 不仅站着缅甸军政府和地方军阀 还有东南亚各国流窜至缅甸的黑恶势力 由此呢 电信诈骗 贩卖器官的犯罪活动 逐渐的走上了台前 缅甸方面呢 9月6号 国感地区发表声明 将配合中国打击电炸 但至今为止呢 仅向中国移交了数百名嫌疑人 其背后的保护伞 依然是逍遥法外 过去一个月 中国警方抓获的数千名电炸的嫌疑人 基本上来自于瓦邦地区 对吧 瓦邦现在是这个最实术的 这次啊 各位 这个缅甸的军方啊 也是为了跟中国示好 打着我要把这个整个的缅甸的地方武装 割据武装 一网打尽的态势 一网打尽的态势啊 然后呢 其实他们打的目的就是要统一整个的缅甸 把这些地方武装占地盘 然后呢 全部都清除 这是他们的一个目的 各位啊 这个 现在呢 战火呢 已经烧到了中国 云南边境 五公里的地方 战火不仅烧到了 这个五公里的地方 而且呢 今天传来的最新消息是 在云南 云南德宏州 中国这个居民的房子 都被缅北方向发射来的炮弹给炸了 中国民众的这个 住宅受到了 缅甸的炮击 各位 看瞧见了吗 这可是个大事啊 那中国 要不要 这个派出的边防军自卫一下啊 是帮谁呢 对吧 我觉得 这玩意儿也不好说 是吧 地方 这个政府武装呢 在这个咱们的云南边境 他们呢 是自治的帮里边是流行的是人民币 说的是汉语 然后呢 他们呢 又养了一批电炸集团 各位啊 所以说 现在无论怎么样啊 无论怎么样 这双方都打着要清脚电炸集团的旗号 这电炸集团 现在倒了没了 你别管怎么样 面上 现在客观的这个结局啊 各位 我就不敢给大家放了啊 这个油管 左起来 比中国的媒体都严重 那个电炸集团 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那个电炸园区里边 太惨了 惨不忍睹 失衡遍野啊 电炸人员一排一排的 也不知道是被哪方的军事力量 全给毙了 各位 无论怎么样吧 是吧 善恶到头 终有报啊 关于这个事呢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 说啊 双方 都赶紧停火吧 啊 这个 消消气消气 停停火啊 你们双方 只要是要消灭电炸集团啊 这个中国全都支持 但是呢 你们别打了啊 这个双方的 这个民众 生命安全 对吧 还有保障 中缅边境的安宁 稳定啊 你们就赶紧停火吧 中国 一向都是劝和促谈的啊 反正是云南边境的这些居民们啊 这个最近时间可能比较危险啊 这帮人打红了眼以后 这个跑到中国边境来 说那些 这个同盟军如果被打散了 那往中国境内逃 那么中国又迎来了一批难民呢 是吧 所以 无论如何啊 别作恶啊 作恶自有天谴 太惨了 那缅甸的那个诈骗员区里的景象 太惨了 活该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